吃素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培养我们对众生的慈悲心 吃素是为了慈悲 释迦摩尼佛对于众生都是探生pass的这桩事实 看得非常正确 所以鼓励大家不要杀生 杀生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贪吃 有的是为了赚钱 最好能够不杀生然后吃素 吃素本身有很多好处 一个是可以少杀一点生 这是慈悲 另外吃素以后对身体也是很好 我们这个世界植物的繁殖寿命 历史的过程要比动物更悠久 动物实际上都是从吃植物开始的 因此人应该回到原始 吃素比吃动物好 此外动物被杀的时候 他是非常愤怒的或是非常恐惧的 那么动物肉里本身就有毒素在里面了 人吃了动物以后就把动物的毒素也吃了进去 所以在卫生来讲 吃素是非常好的 所以当我们学佛了解了慈悲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讲说不要把我们的快乐建筑在众生的痛苦上面 所以进而去体会到众生的苦 然后发愿说我希望不要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众生的痛苦上面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给众生快乐 希望众生有苦的时候我都能帮他解决这些苦 所以我要来吃灾 是这样子来的 当然现在我们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过程 有些非佛教徒 我们就必须要用一种素食的一个方便 比如说素食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是健康的 对这个环境是没有污染没有负担的 让没有学佛的人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 进而保护到所有的众生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理想 吃素的人有的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长寿 现在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 有很多人吃素 所以不一定说吃素营养就不够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众生是平等的 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来杀生是不可以的 因此吃素是为了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心 法际新闻 廖杰林 许建益 屏东采访报导